马荣4月6日在微博发文称 父亲的房子被王宝强霸占 还被王宝强换了锁 并不是去撬锁 而是通过警察去开锁 正当合法 马荣还发文称 两人名下工六套房子 三套北京的 已经被王宝强单方面换锁 强行占据 之前马荣被爆转移财产 是因为王宝强委托他卖房 而王宝强中途变卦 被人可以栽赃 马荣称会通过法律追究 发微博后限制了 为了评论 只在评论区留下了一条好友的留言 一次嘲讽王宝强 世界欠你一座奥斯卡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